请问一个人喝酒的男人是好男人 还是喜欢一帮人喝酒的男人是好男人 喜欢一个人喝酒的男人是好男人 一个人喝酒 喝的是回忆 喝的是无奈 喝的是伤感 一个人喝酒 喝的是责任 喝的是压力 喝的是希望 请问男人最害怕什么 不怕日子苦 不怕工作累 更不怕自己的女人变老变丑 她最怕的是付出一切之后一颗真心都得不到 那你最怕什么 我怕我说得这么好 你们看完不给我点赞 请问你觉得人到中年像什么 我觉得人到中年像西游记 为什么 悟空的压力 巴结的身材 沙僧的发型 唐僧的虚导 最重要的是距离西天越来越近 请问 为什么女孩子都说男人四十一朵花 四十岁的男人 一般女人你追不动 因为她们有自己的成熟思想能力 男人二十岁懵懵懂懂 冲动不计后果 三十岁有了自己的看法 四十岁什么都经历过了 动嘴她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龄 动情她有 动情她已经不再相信永恒的真情 所以四十岁的男人你渴望而不可及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跟您耍心眼吗 当然有 那您怎么说 不要跟我耍心眼 凭我的先天条件和智商 你耍的那点心眼 我根本看不懂 请问您什么学历 国士 有男朋友吗 大师说二十二岁会有 但今年二十六了 为什么 知识改变命运 请问为什么女人分手后要发朋友圈 因为她想公开照表 请问你可以形容一下当下各个行业的语言技巧吗 美容院的人会说你皮肤缺水 理发店的人会说你头发干燥 按摩师会说你体内湿气重 不爱你的人会说你脾气差 只有服装店的老板才会一个接着夸你 身材好 哎哟里吗